一大早清安公四周就出现长长的排队人龙 为了就是要领取总统当学人赖清德 七十五发的州公服役委员红包 在舅舅清安公主委童勇 内政部长李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通知委及蔡世英等人陪同夏 一生喜谢赖清德实现承诺 大连出遇到清安公参香及发放红包 除了祈求妈祖保佑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也感谢旧夏天支持让他高票当选总统 那秀俄强调他是基隆的一份子 未来基隆发展他一定会大力支持 美国民进党级议员 作为大民进党主 有机会给我们共产党军的支持 对未来我们共产党的发展 赏我一回 我会给大家带我自己 我会给大家带我自己 我会给大家带我 我们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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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会议长同志委 除了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赖清德顺利当选总统 未来民进党级议员 也将担任中央与地方的桥梁 在最懂基隆 最照顾基隆的总统支持下 让基隆大翻转大发展 过去的八年 在林佑昌 开始动武努力之下 基隆拨胎万比 转型成功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现在中央跟地方 也有更好的平台 中共共产党 你爱讲主动 又讲讲主动 所以未来总统对中基隆的过往 绝对资源不会少 只会多 我们基隆之后的发展 绝对会大部分向前 我们总统也签名 他也签名 在赖清德发放议员红包的过程中 就读动画大学的唐玉田 在基隆高中校长 中定先陪同下 特别抢头乡 将两封信当面交给 赖清德及同志委 原来2022年 赖清德曾在内政部长 刘昌及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到基隆高中 关心与父亲相依为命 家境清寒却认真求学了唐玉田 还送他两本书及平板电脑勉力 虽然在学测前唐赋病逝 他与田仍顺利考上国立大学 因此写信感谢赖清德当年的鼓励 总统有来学校特别探望我 然后就刚好趁总统来基隆的机会 就在特别写一封感谢心 感谢他当年 就是鼓励我这样 副总统的时候 特别主动来看他 来看他 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个拥抱 我觉得一直鼓励着他 所以这次他的信 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特别也谢谢总统那个大大的拥抱 让他很有信心的 走到他未来的人生 记者张其辰 金融报道